好 谢谢 好 刚刚我们那个ending做得不错 那一首歌 因为歌词真的写得很好 刚刚讲信有讲到说 它里面有一段说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边 真的 后续真的说 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 大家可以聚集在这边 而且一起同修 我们现在真的是在茫茫的海当中 我们有这种机会来到这边 遇到我们左右邻居 现在我们现在坐在这边 我们一生当中有几次这种机会 可以大家相聚在这边 然后听到这么好的讲 是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心得分享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好不容易 能够来到这边 所以我们要更加去珍惜 要更加的肯定 并我们自己 我们听到这么好的 的一些感想什么的 我们要好好的去用我们的心去体会 然后好好的去审视一下 说我们未来要走的路该怎么去走 要好好的去反省 每天要去反省 那后续不是说来 因为我们要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后续没有办法坐在这边 给大家讲四十分钟的感想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后续有准备一些东西 要给各位伙伴做一些 该各位伙伴弄手做的 那后续今天 有准备一些经典 然后一些明眼之类的东西 那因为我们现在 应该有很多单位 开始在读经 还是在研究经典 所以后续就针对经典方面的部分 抽一些比较我们常听到的部分 然后截取一些出来 然后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记忆能力 让大家去把这整个句子把它拼凑出来 应该不会很难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第一排 第三排 第五排 第七排 第九排 单数排的伙伴把椅子向后转 第一排 第三排 第五排跟第七 那是单数排的 请向后转 第一排 第一排要向后转 好那这样子就 面对面这样子为一组 所以就是 我们两排为一组 这边就一组 这边就一组 第三排 第一排 第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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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排 第二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